然後基礎琴捏完之後再來有了屁股跟臉了之後 再來一個提醒 也不能說提醒就是我會注意的地方是 我在側邊我會把臉的部分我會把它壓得比較平一點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像這隻小雞我們在看參考圖的時候 會想說它是一個像球一樣 然後其實就會想說它是球整個圓圓的 甚至沒有尾巴 但是這裡要注意的是眼睛 眼睛這件事情 如果你當你是一顆球狀的時候 你的眼睛是沒有辦法顯示在正面的 你眼睛放在正面的話 你會變成是很凸眼 你才有辦法顯示圓形 所以像是其實去觀察像迪士尼或皮克斯的角色 你會發現其實像馬的眼睛 他幾乎都是在實際的馬 眼睛在兩旁 可是為了要擬人化 他甚至讓他的馬的面部 正面有了比較平的空間 他才有辦法讓他的眼睛在同一個方向 看同一個方向 不然像真實的馬 基本上眼睛在旁邊其實反而沒那麼可愛 我們這裡要讓眼睛既然往中間集中一點的話 我們臉稍微把它弄平一點 好 接下來 我們來做眼睛 眼睛這裡 剛 我們這裡近色 剛才我這邊近色在調整 我把它又恢復了 所以這裡近色的話 我這裡眼睛 我想要這兩個方形 我想要用六邊形的方式來做出眼睛圓亮的 這裡我們要做讓線點維持在模型的面上的話 我們可以按G的話 他只會 這裡我先把Proputation關掉 按G的話 我們可能配合XYZ去平移 或是我們正視角 可是如果我們已經這個形狀外型是我們想要的 我們要如何維持他呢 我們可以按GG按兩下 這樣的話他的點線面就會在我們的平 基本上他會貼合我們原來的平面上去移動 所以這樣的話就會比較符合我們原來 模型的樣子 GG按GG兩下才會啟動 不然他還是一般的 好 就像這樣我就可以接近比較接近我想要的 形狀 所以我用這個形狀做我的眼眶 按 按 3 這裡 inset 往內縮一圈 然後 一處往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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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裡可以配合 Edit Vegion 來做出像我們一樣基礎的圓形 然後我們這裡圓形我們用Smooth Hold的狀態 現在再來做微調 微調出圓的形狀 這裡我們就可以加入我們的眼球 眼球這裡 我們先用 A我們先創建 Object A我們先創建 UVSphere 沒關係 我們先用這個 來代替我們的眼球G Z 可以有縮小 這個是暫時代替的 我們把它 當做眼睛來使用 我們這裡就把它去貼合眼眶 我們這裡就把它去貼合眼眶 來代表我們小雞的眼睛 來代表我們小雞的眼睛 這裡大家注意一下 我會調整的時候 會盡量讓它的點去貼合它的圓形 所以像你看這裡 它是這裡往前跑出來 它等於是眼眶這裡 裡面凹進去 所以像這裡的話 我會從側邊G 我會往後 以臉去貼合眼球 所以像這裡的話 眼球 為了知道有沒有貼合在同一個面上 我會把它 90度 這樣的話 比較容易我們觀察 其實這樣也會比較像眼珠 我們會比較知道眼珠的位置 大小 這樣的方式來 調整我們的 模型 然後眼角 眼睛 當然眼睛這裡目前看來是比較凸嘛 我們可以 像眼 眼睛太小的話 不要做得太小 太小的話眼睛會 看起來很凸 所以我們眼睛再放大一點 然後Skill 去符合我們 比較想要的 這樣子 就像我們眼睛嘛 我們不會是凸眼 其實整個 讓我們從上面是整整個看起來 它還是一個 球狀 水滴狀 的一個模型的狀態 然後我們從正面看是圓的 可是從側面 他這眼睛其實就是會有一些 不是那麼圓 像比較扁嗎 我們一樣就是 在這個時候 我們對於我們的模型進行編輯 調成比較符合我們所想要的樣子 然後眼皮 上眼皮 我們從側面看好 我們通常上眼皮不會 完全的 眼眶 我們這裡可以稍微往前一點點 往後一點點 那他的眼型啊 眼型比較符合 有點扎下來的感覺 才不會說 他這眼睛是很平 當然我們這之後做的話 我的眼皮 我是用另外 模型的方式來製作 這樣比較不會那麼複雜 可是這樣如果在做比較複雜 一體成型的模型的時候 眼眼睛的角度 這件事情是要去注意的 關於眼眶的製作 也就是這樣 我們這樣子去微調 去做出眼眶的樣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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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頻